大家好 歡迎收看YS頑鐵絲 今天要介紹的是 頑鐵絲原創系列 如有神 如有神系列第一彈 是以中國四神獸為題材 分別是青龍 白虎 朱雀 玄武 首先 先來介紹青龍 淮男子天文訓中提到 東方牧野 其地太號 其左勾芒 其神為穗星 其獸蒼龍 東方是木星 他的主宰是太號 輔佐大臣是勾芒 高芒是執掌草木的春神 穗星是東方的護神 其實就是木星 蒼龍則是他的代表神 他肠蒼龍 其中的古道 火野,其地炎帝,其左朱鳴,其神為鷹獲,其獸豬鳥 南方是火星,他的主宰是炎帝,輔佐大臣是朱鳴,朱鳴執掌夏季為夏神 鷹獲是南方的護神,就是火星,豬鳥是他的代表獸 白虎的部分,西方今夜,其地少號,其左入收,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 西方是金星,他的主宰是少號,輔佐大臣為入收,入收執掌秋季為秋神,太白是西方的護神,就是金星,白虎為他的代表獸 最後是玄武,北方水野,其地磚序 其左玄鳴,其神為成星,其獸玄武,北方是水星,他的主宰是磚序,輔佐大臣為玄鳴,玄鳴執掌東濟為東神 成星是北方的護神,就是水星,玄武為他的代表獸 其實天文訓中還有一句,中央土野,其地皇帝 其左後殼,其神為正星,其獸黃龍 那麼前面提到的四句加上這一句,這五句是在解釋何謂五星 也就是東方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概念 那麼以上的資料都是從網路上找到的,如果有錯還請見諒 好的,那四神獸的介紹基本上就到這邊 以上就是如有神系列第一彈,四神獸 謝謝大家的收看,我是YS玩鐵絲 我們下次見 一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